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沐昕的感觉 是一位当时无愧的古装美男子 今年无疑是人家轮迎来事业爆发的一年 接连播出的《情侣之下》《秋缠》《木白手》三部剧 网上反响非常的高 另外乌鸦小姐和西医先生一生一世也迎来杀青 目前正在拍摄古装剧长安如故 熟悉的粉丝也会发现 人家轮现在接派的电视剧题材也越来越广泛了 从此之前熟悉的古装题材剧已经获展到了现代剧领域 可谓是百花齐放 说到古装剧任家轮的现代剧也是让人很期待了 而目前其中现代剧的题材也是挺多的 有《不说再见》《蓝颜突击》《乌鸦小姐》和西医先生 以及《杀青不久》的一生一世 一口气拍了四部现代剧 看来任家轮是要尝试更多的领域了 从古装到现代剧任家轮的造型摆变引起观众期待 而在这几部剧的现代剧当中《不说再见》是拍摄最早的 剧中任家轮饰演一名卧底 《蓝颜突击》是校方题材 《乌鸦小姐和一先生》是现代偶像 《一生一世》则是现代言情一句 四代现代剧题材 任家轮风格不一 你在期待哪一部呢 虽然拍摄最早的是《不说再见》 但是一部剧《一个命运》 任家轮最先播出的竟然是今年杀青的现代偶像剧 《乌鸦小姐和西医先生》 任家轮也将由来首播现代剧播出 《花生霸道总裁女主是国民初恋》 《乌鸦小姐和西医先生》 讲述的是男主不能生气 不能激动 不能动情 却意外地遭遇了让她随时漏电的乌鸦小姐 两人开启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过程 剧中任家轮首都饰演霸道总裁 对于其首次尝试 粉丝们的期待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而该剧阵容也很抢眼 由擅长甜宠剧的吴强导演指导 此外还有刘炳凌 赵依欢泛甜甜 宣露等众多演员加盟 可谓是看点十足 当然了该剧女主更是一大看点 则由行妃担任 因为出演现代甜宠剧而出名 加上至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更是声明雀起 被誉为国民初恋 行妃的作品也非常的多 吉尼亚几乎是无奉间借阻 而其本次搭档的超人气男演员任佳伦 两位演员的对手戏也很有看点 粉丝们最为关注的还是该剧播出的时间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该剧将会在一月份播出 联想叫即将到来的新年 看来这部乌鸦小姐与西叶先生 最大的可能就是陪伴大家一起过年了 这也太让人激动了 除此之外 任佳伦的锦衣之下也即将来来上新播出 将在1月18号登陆广东卫视 一口气播出两部剧 看来任佳伦又要罢评了 对任佳伦即将到来的首部现代男主剧 大家期待吗